你本人是很怕真實生活中 有一些流血場面發生對不對 其實我比較偏和平主義 對 我知道 那就是有事情發生前 我們就會做一個 處理 對 做一個處理 盡量不要有這個 也是不然有些事情 你真的按耐不住的 那個東西你也沒有那個能力 我告訴你 真的抱起來的時候 什麼東西都出現了 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我在一個房間 當場聽到就是一個大哥叫了 叫了小弟 他說 OK 大家車子開來 人不用全來 不到十分鐘 擠滿了小弟 那個房間 你說那個房間 是發生什麼事情 需要扣小弟來 就是因為可能有一些摩擦 有一些摩擦 那可能發現仇家這一類的 那在萬華當場有一個大哥 就有一個電話 不到十分鐘 擠滿了小弟 在房間裡面就上堂了 不會吧 真的耶 那個時候才... 在你面前 齒齊筆弱 啪啪啪啪啪 那個時候我覺得好像 我想跟我的朋友說 我們應該走了 我已經找不到我那個朋友了 OK 就默默地慢慢地移動 因為很多東西你 這種處理不了的 就是離開吧 看到人家的那種速度跟鼓勵 嚇壞了 所以你之前是真的有認識一些 黑道的朋友 那個也是一個突然 突然就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也沒料到會場面 那麼壯觀 對 我第一次聽到話 每個人就是在那邊就是 上堂 對 會害怕 我的天啊 這比電影還電影 這個很生活 不... 不可以 直接離開... 什麼少喝酒 你喝吧 這樣不適合 趕快先抱抱再說 對啦 看什麼情況 今天晚上十一點 My Video線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